但我試過連續三個月的隔天 都是吃這裡的早餐 都是正式燒賣 但你吃吃吃就好像 無緣無故將東西放到口裡的感覺 新鮮 好味 即是魚汁原味 真是很好吃的 燒賣我覺得 好像是香港人的生活一部份 我是Patrick G 在《月來老豬小食》 製作魚肉燒賣已經有15年 吃燒賣時 第一口咬下去燒賣皮 你會感受到燒賣皮的存在 咬完之後 你會感受到裡面肉的肉香 然後你再看到裡面 會有很多肉汁 魚肉燒賣是香港原創的小食 早於在五六十年代 在街邊和燒賣檔已經出現 魚肉燒賣深受大家歡迎 魚肉燒賣成為了街頭小食的其中一份子 我們做的燒賣會大粒很多 第一眼看它會很驚喜 因為你會一口一口慢慢吃 吃起來會很享受 而手工燒賣在包製過程是人手包作 機制的會比較工整 但人手包作可以吃到多一份師傅的心機 燒賣皮是用麵粉搓成麵團 在搓成麵團的過程當中 會混入彈簧 混入彈簧的麵團會呈現金黃色 然後把麵團壓制一塊塊的皮 然後把皮疊在一起 在一起前會灑一層薄薄的麵粉 讓皮疊不要黏在一起 至於魚肉是一間很老字號的魚肉工廠 魚廠會每天有魚運到 將魚製造成魚章 一些當時採購到的鮮魚去製成 我的肉類是一間合作了很久的供應商 每天送來的 至於打餡料就是 首先將豬肉攪碎 我們將豬肉放入攪拌機裏 再混入魚肉 然後將它攪拌後 再加入甜味料 將它打至起膠 來去都是鹽、糖、胡椒粉、麻油 很單純的甜味料 放在盒裡再冷凍幾個小時 就可以將餡料包製 因為想餡料 原本的味道會出來多些 蒸水滾計蒸20分鐘 每天可以包製10-12龍 大約有500-600粒 這間店舖在2001年 由我爸爸老豬去開辦 戰場無父子 做事都是稱呼他做老豬 我在2005年加入月內老豬 跟著跟老豬去學習這個店舖的出品 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見他年紀大 其實我對飲食製作這方面 都很濃厚的興趣 因為我之前都有做開這一行的工作 我爸爸以前未讀完書 又要出來工作 就已經開始在茶餐廳 做水吧 粉麵當 來來去去都是跟飲食有關的 就算他年長 結婚 也都在街市開一些豆腐當 買過豬肉 開過凍肉 買過魚 養過魚做月牌 都離不開飲飲食吃 所以他對食材的認知會很深入 老豬試過好幾間都不適合自己的心水 把心一環不如自己做吧 但迎合他的心水 會是現在這一粒燒賣 原來他做一個這麼軟熟的質地 是有原因的 你做這麼好 借我的阿公 阿婆 小朋友怎麼吃 他放了很多心思 在這粒燒賣裏面 今天我所製作的燒賣 和我爸爸相比之下 我當然不及他 他那種手勢和人情味 我是超越不到他的 今天燒賣對於我來說 會是一種懷念 懷念和老豬一起製作燒賣 各樣的點點滴滴 下一次 我們會見到 明StreetGourmet 我們會見到 一個小店在 GueiZhou 他們專門在 手機製作燒賣 手機製作燒賣 這裡 我們會見到 1片 1片 2片 2片 1片 1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